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等我到了陕西 立住了脚 那就好办了 我知道怎么从一个穷人变成财主 不出十年 你大爷我还是东家 长公拴住说 好啊 东家 我到时候还给你当长公 同样是一穷二白 十年后 财主仍旧是财主 而长公无论怎么努力 到头来依旧是长公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思想决定行动 行动决定命运 一个人的认知 如果永远停留在脚下 不往高处看 无论走了多远的路 都只能是原地打转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美国社会学家巴巴拉 为了搞明白美国底层穷人 能否通过辛勤劳动摆脱自己的命运 做了一个社会实验 她和所有朋友断绝联系 化身普通的劳动女工 深入美国社会底层 中日和那些一直在温饱线上徘徊的工人生活在一起 在接触了各种社会背景的低薪群体之后 她得出了结论 几乎不可能 她说 很多人之所以一直待在社会底层 不是社会的迫害 而是认知水平受限 巴巴拉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实验期间 她遇到一个女服务员盖尔 盖尔每天的收入约四十到五十美金 而她所住的临时旅馆 每天房租是四十美金 且需要日节 这也就意味着 她交完房租后 只能勉强维持生计 巴巴拉很奇怪 问她为什么不去租一间更加便宜的公寓 按月租的话 每个月能省下不少钱 久而久之 可以用这笔钱去学一门技术 掌握更多的知识 从而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 改善自己的财务状况 你同事听完之后翻了个白眼说 租公寓要先交一个月的定金 少说也要一千美金 我上哪去弄那么多的钱去 其实 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 无论是储蓄还是去借款 一千美元都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天文数字 但盖尔不愿意做出改变 也不愿意承受任何风险 只能困手当下 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管窥效应 当一个人的眼睛 只能通过一根管子看东西 那么他只能看到管子里面的东西 就像故事中的盖尔 他的视线中只有捉襟见肘的日心 即便有无数改变现状的方法 他也无法看到 最后的结果就是 每天用交完房租剩下的钱填饱肚子 日复一日 既不安于现状 又觉得无力改变 只能得过且过 哲学家舒本华说 世界上最大的监狱 使人的思维意识 真正能限制一个人的 从来不是经济上的贫穷 而是认知上的困顿 爱因斯坦说过这么一段话 如果给我一个小时 解答一道决定我生死的问题 我会花55分钟 来弄清楚这道题到底是在问什么 一旦清楚了他到底在问什么 剩下的五分钟 足够回答这个问题 努力很重要 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但没有方向的努力 是无头苍蝇 没有思考的勤奋 会是四处碰壁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条路边有两个花园 其中一个花园一片荒芜 杂草丛生 另一个花园花草繁茂 鸟语花香 一片勃勃生机 花园里两个园丁的状态 也窘乎不同 第一个花园里的园丁 一边拔出杂草 一边咒骂着 累得满头大汗 而第二个园丁 好像毫不费力 此刻正悠闲地躺在一棵树下 悠闲地哼着小曲儿 为什么同样的环境下和努力下 花园差别会这么大呢 原来 漂亮花园的园丁 最早也在不停地除草 兢兢业业 一刻也不得闲 但后来他发现 无论他再怎么辛苦地拔 杂草都拔不完 等他处理完一边的杂草 另一边的又长起来了 于是 他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他去市场上找到一些 比杂草生长速度更快的花草植物 这些植物生长起来 很快就挤占了杂草的生长空间 从此 他再也不需要为杂草烦恼了 过起了悠闲的生活 同样面对的困扰 第一个园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仍未解决问题 而第二个园丁 勤于思考 找到问题的本质 不费吹灰之力 要到并除 让你的时间更有价值一书中 提到了 低水平勤奋 与高水平勤奋的区别 低水平的勤奋者 就如同下面这张图里 往返运送货物的人 忙于简单重复的运输 却从未低头看看脚下的轮子 而高水平的勤奋者 可以通过思维的升级 方法的转变 工具的辅助 以同样的努力 取得倍数的回报 思考不到位 所谓的勤奋都是扯淡 认知不到位 所谓的努力都是白费 只有真正有效的勤奋 才能带来真正有效的成长 石油大王洛克菲勒 曾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 每个人都是他自己命运的 设计师和铸造者 很多事情 光靠努力是不够的 导致人与人之间 最大的差别是认知 拉开人与人之间 差距的根本是思维 雷军曾向晨兴资本的刘勤 讨教投资问题 我一直认为 你做投资是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你能告诉我 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吗 刘勤回答 我相信天道一定能酬勤 如果勤奋的话 你一定能做一个非常好的投资者 刘勤本以为这个答案 至少能得到雷军的部分认同 但雷军当即反驳说 天道不一定酬勤 几乎所有认识雷军的人 对他都有一个相同的评价 勤奋 雷军曾是名校毕业学霸 在金山工作时 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 十年如一日 被称为中关村劳模 然而他的聪明勤奋 并没有换来相应的成功 微软迅速发展 他所在的金山公司 发展缓慢 当时比他晚出道的马云 已经狠狠地把他甩在身后 他痛定思痛 辞掉金山总经理的职位 当他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出来时 才看到新浪 网易 搜狐等一大批互联网公司 迅速崛起 那时 他深刻地认识到 他不是输在了勤奋上 而是输在了战略上 如果没有认知的转变 雷军可能现在 还是那个在中关村 夜以继日工作的打工人 回过这段经历 他颇为感慨地说 永远不要用战术上的勤奋 掩盖战略上的懒惰 现在这个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比拼 不再是努力程度的较量 更多的是对事情的理解 和对行业的洞察 猎豹CEO傅盛曾经说 认知 几乎是人和人之间 唯一的本质差别 那么如何提高 自己的认知水平呢 三个建议送给你 想让思维发生质变飞跃 知识储备 作为量变 就是必不可少的 而帮助我们 拓展知识库的方法 无非两种 如果不能行万里路 那就读万卷书 苏世友就名言 博观而约取 后机而博发 博观就是广泛涉猎 大量阅读 约取 则是一个去无存经 去伪存真的过程 只有当你大脑中 存的知识足够多 足够深刻的时候 才能和世界碰撞出火花 从而形成 后机勃发的思维跃迁 第二 心怀敬畏 保持空碑 一个人知道的越多 越会觉得自己 所知甚少 不知道的东西更多 就像海面上的冰山一样 已知的永远是一小部分 未知的才是海面下 看不见的冰山 所谓的成长 就是保持高度敏感 对新事物 永远保持开放的心态 大量吸收新的知识 向外探寻 向内思考 不断打破自己 升级自己 第三 力士练心 知行合一 纸上得来 终觉浅 觉知此事 要功行 如果知事不实践 永远无法内化成 自己的真知 只有敢于行动 去经历 去体验 才能形成 自己的理解 古人说 力士练心 从事上物理 在理上改行 长此以往 才能实践出真知 有句话说得好 认知决定上线 努力决定下线 想要实现人生的逆袭 必须提高认知 拼命努力 洞穿事物本质 见大通俭 才能迎刃破局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给您分享的文章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守候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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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